這個趙阿康先生 他說他有邀請您這個辯論 但是你都沒有回應 是真的假的 我是覺得第一個 我我手上並沒有收到什麼 他直接來的邀請 但是我有提到 我覺得我們都要有分寸 今天我們是選備位元首 主帥的辯論還沒有喬好 我們就這個急著要上場 可能還是有一些先後順序 那如果這個主帥的辯論 也都安排好了 要再討論到副手的部分 我已經進廚房了 我就是直接面對 進廚房了 你開始準備了嗎 有這麼多疑惑 那我也必須說 當然過去我在 過去這三年半 我幾乎都是在處理國際事務 那對於基層 國內的一些政治議題 是稍微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來熟悉 來適應 但是準備是非常的積極 那我也有信心能夠來跟賴副總統 也是未來的賴總統 一起來照顧我們臺灣人民 你怎麼看照照鏡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是這個每天這個在罵人 那每天在這個 這個好像臺灣社會沒有挑起一些這個衝突 對立 這個好像不行這樣 那我覺得我的風格是跟他很不一樣 他感覺他的心中充滿著仇恨 那我覺得臺灣社會 其實臺灣人都很善良 還是希望有更大的一個包容 跟更大團結的力道 他說他心中充滿著仇恨 從哪裡看出來 這個看他每天罵人就看得出來 那當然他口才也很好 他也算是在政壇上這個翻滾多年的前輩 對很多 這個哪裡有爭議話題 哪裡可以有流量 哪裡可以上新聞 其實他也都很會掌握 就這一點來講 可能他的流量的掌握 比我還強了一些 但是我覺得我要參選這個備位元首 我要爭取的不是流量 我要爭取的是國家的穩定 跟臺灣人的團結 你覺得為什麼他心中充滿仇恨 你看他每天的發言 這個包含這個在對民進黨 各種這個批判的用詞 那這個好像數十年來 甚至是這個民進黨上臺 中華民國會消失等等的 幾十年來也都是同樣的論述 我想今天我們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在讓臺灣能夠更有實力 面對這個世界的過程裡面 這個這個國人之間有更大的包容力 應該還是會讓我們國家更強的 所以我在這個事情的觀點 確實也跟他有有些不一樣 你說你跟他的風格不一樣 他心中充滿仇恨 那你的風格是什麼 我的風格也一直在轉變中 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 也比較衝一點 年輕 年輕年輕過的 都是有很很很比較尖銳的一些理想性 那可能熱血澎湃 熱血 真的是熱血青年 這我也我也當過熱血青年 但是我覺得我從政也二十幾年了 那回臺灣也快三十年了 那這個這個歷經了很多的情勢的變化 自己也歷經滄桑 現在覺得變得比較謹慎保守一些 但是我覺得看到臺灣 也看到這個世界 在美國也待過 覺得總是從政的人 對自己要有一些期許 就是我們是公眾人物 那我們對下一代都有責任 那我們希望臺灣的下一代 有什麼樣的榜樣 我們就應該怎麼樣的期許自己 是 那這個趙奧康強勁的版面 你還有看到侯友宜嗎 在哪裡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在你擔任大使的任內 其實他跟美國關係 等於是達到一個新的境界 至少可以看到是美國的媒體 不管是彭博或是這個紐約時報 或是像華爾街日報 他們對你的肯定都蠻多的 其中包括說你讓北京跟這個拜登之間 不會誤判了臺灣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算是對臺美關係一個很高的肯定 但是這邊我們還是要問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這個昨天侯友宜拋出來說 賴清德是兩岸之間的最大引戰者 而且他是引用誰呢 他是引用葛萊怡的話 那當然葛萊怡這個美國智庫的專家 跳出來打臉說他斷章取義 可是你看這在臺灣裡面 不管是依賴論也好 還是以美論也好 還是講賴清德是這個兩岸最大引戰者 就即便我們臺美關係看起來來到一個新的高點 但是國內還是有這樣的一些對依賴以美的質疑 那所以第一個想要請問大使的問題是 這個情況您認為是為什麼會發生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對您在美國任內 臺美之間的這些貿易的狀況 那我們看到臺灣的農產品賣到美國去的變多了 那也看到這兩天美國的這個眾院的稅入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雙重課稅的問題 可不可以請這個大使在第二個部分談一下 你在外交上帶回來給臺灣的禮物是哪一些 你這問題好大 我先講這個 這個葛萊怡的評論 他已經澄清 他從來沒有說賴清德是引戰者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錯誤跟扭曲的一個引用 那在國際上我們要建立信用 就不應該去扭曲別人的話 不該去斷章取義 我想這一點是基本在外交上的嘗試 那這個這個當然這個我們很多的對手 一直想要去去操作 不管是依賴 以美 但是我覺得事情 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 今天臺灣人民都很愛好和平 臺灣人也都很善良 很慷慨 那臺灣人都希望臺灣是一個和平之島 今天引戰的人不在臺灣 也不是我們 絕對不是賴清德 這個用想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的在北京 那這一點很清楚 那你不管怎麼去操弄這些話題 這個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美國是不是能夠信任 我們下一個執政團隊 我以過去這幾年來講 其實對外我也講過幾次 很多人問我說 美國為什麼這麼挺臺灣 挺臺灣的原因很多 但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信任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那蔡英文總統不冒進 他不會去挑釁 但是他面對壓力也不低頭 這個是能夠獲得國際支持的一個態度 那第二個呢 蔡英文總統對國際也承諾 我們會致力的來維護現狀 這也是大家能夠信任蔡英文總統 願意來支持臺灣的原因之一 那在這三組候選人裡面 誰最能夠承接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當然就是我們的賴小培 不管是我在實質參與外交的過程當中 來跟蔡英文總統搭配這些年的一些努力跟成果 或者是我們賴副總統也多次的宣示 那這個路線將會一致 也是最獲得國際現在信賴的一個路線 這個宣布您是這個賴清德搭檔的時候 中國說賴清德毒 小美琴也毒 這個是毒毒配 毒毒配沒有好下場 你怎麼看中國反應這麼激烈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怎麼配 是什麼樣的下場 應該是臺灣人民要決定的事 那他們其實不太懂臺灣的民意 也不太懂選舉 那如果他們願意多一點傾聽 多一點同理心 來了解臺灣的民意 他們會發現包含這種這個攻擊性的語言 包含這種各種對臺灣的灰色地帶的施壓 武力的威脅 其實是把臺灣人民推得越來越遠 所以嚴格來講 這個在臺灣行塑 創造更多的獨派 做得最積極的 其實在北京 因為他們的所作 做作為不是讓人討人喜歡 是讓人厭惡的 那這一點 如果他們能夠多一點來理解 臺灣這個民主社會 是怎麼再回應 那他們如果多一點同理心 應該就不會用這種鬥爭的方式 那能夠多一點包容 來來理解臺灣人民 想要當家做主的一些願望 對我們守護民主自由的用心 能夠有更多的瞭解 所以中國有人說他是戰狼外交 您有人說你叫戰貓 那是我自稱的